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小燕哥 我跟你說 我最近真的有點受不了了 因為真的太久沒有出國完了 我真的好想出去 好多很漂亮的風景啊 很好吃的美食啊什麼的 不用出去也可以嘛 你就問問我老司機老船長就可以了 船長怎麼說呢 不是嘛 你看比如說 你想要去這個地中海的愛情海 那不需要嘛 你就去澎湖灣漁港 你會有小希臘的感覺啊 對不對 然後如果你說想要去 我們這個義大利威尼斯 對… 不需要正濱漁港 一樣有彩虹屋的感覺嘛 這樣喔 所以如果剛好有人想要贊助你 然後給你錢 讓你去法國巴黎七天六夜 你會說不用啦 我們就去淡水巴黎就可以了 不 我還是會去法國巴黎 我還是… 那怎麼跟你剛講的不一樣啊 因為是錢的關係 好吧 對 好吧 那就算了 那沒關係 因為其實真正贊助的人 是被我…是我贊助 喔 是你要去對不對 那你來這邊噴好了 不要… 請站好… 好… 事情是這樣子的 因為大家真的很想要出去看一看 那當然在網路上有非常多的網站 就會講說 其實很多地方跟我們台灣都長得很像 究竟是不是這樣 我們等一下就來好好聊一聊囉 是的 那我們要先歡迎的是 世界奇觀都去過台灣風景 他最懂的藝人代表 歡迎 當然不能回國好心碎啦 驚呼台灣神還原喔 我們的聯合國心來歡迎 歡迎各位 今天聯合國代表們 就要來介紹不用出國 也能享受異國感的景點喔 他們來到台灣那麼久的時間了 有沒有真的發現哪些地方 要怎麼跟家裡長一樣 有發現這種狀況嗎 當然會有囉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喔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 就是那個高中的畢業旅行 我們到了京都 就是那個藍山 就是一個很多那個住林的地方 非常的漂亮 藍山就是這樣子 左邊的這個 藍山咖啡嘛 對不對 不同的藍山 這個是 很漂亮 然後呢 以前在這邊拍一部電影 那個跟那個什麼 一季有關係的電影 然後就爆紅了 然後呢 一季回憶路 對 沒錯 爆紅 然後超多人在這邊拍照 然後就是很多 有的沒有的 老外啊 在那邊穿那個和服啊 拍照 就是看起來就非常的漂亮 是 然後我想說 有時候這是發念 因為我說真的 從高中到現在 我都沒有去過嘛 然後但是呢 想說 有一次 在台灣看到 蛤 台灣有這麼漂亮的地方啊 你們知道在哪裡嗎 才 西頭山林溪嘛 對不對 一樣有竹林啊 對啊 是陽明山嗎 新竹竹子最多 怎麼了 妳剛剛說什麼 蛤 西頭山林溪 西頭山 山林溪 好啊 什麼意思 好啊 就這樣了 怎樣啊 怎麼樣 就是西頭 我沒梗怎樣 我完全答對 對 對 哪有人第一次答對了 不是嘛 你講那麼普通的 我們台灣人都知道啊 你先看打字幕 你就騙通告啦 這裡呢 就是因為那個 七本山那個風景都差不多 但是長度沒那麼長啊 它是拍照 如果拍照 IG打卡會中 太棒了 這個一定要來打卡的嘛 是 那你有去過了嗎 當然 你一直以為說 我真的騙通告片嗎 對啊 對 真的有去過 那還有嗎 有啊 我從來沒有想過 台灣會有一些 很像美國的地方 我就覺得 台灣跟美國差很多 但是有一次我發現 其實有一個地方 真的很像 我先給你看一下 美國這個地方在哪裡 大家都知道了 就有名了 對啊 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個一定要去的嘛 是啊 而且好美喔 很漂亮有沒有 你看 當時他們蓋這個 這個橋的時候 就是 全世界最大的 廣告有沒有 是 它差不多兩公里的長度啊 你看這些橘色的顏色 然後就是 不管你從怎麼角度拍 都很漂亮 有沒有 有 所以你一定 這是一個必須 如果你去舊金山 必須要去的一個地方 有沒有 但是後來 有一次 我在台灣 我就是跟一個朋友 我們去喝酒 那我就是不小心喝了 有一點太多了嘛 然後睡著了嘛 在高雄起來 然後醒來 我想說 欸 我怎麼會在美國欸 蛤 我怎麼 我怎麼說回來美國 我想說我是不是在做夢 怎麼可能會有這件事情 然後就 怎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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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有這個地方 再過了幾分鐘之後 是 我突然看到 旁邊有一些國字 我說 他說 原來我還在台灣 蛤 是寫一個橋的名字 是不是 奈何橋 蛤 不是啦 應該是外婆橋吧 外婆橋 不是啦 不是 那後來我朋友回來 就跟我說 對啊 你剛才喝 喝超醉的 我跟妳講 其實是孟婆湯 哈哈哈哈 好啦好啦好啦 但是我就覺得 怎麼會又這樣子 後來我想到了 這個地方真的很像 1 2 3 唉唷 不一樣喔 這個不一樣 這個不一樣 而且超像的 怎麼會像成這樣 這個角度蠻像的 蠻像 你看 兩個都是差不多一樣的顏色 有沒有 而且格子什麼都一模一樣 對啊 只是一個三格 一個四格 只這樣而已 你一定喝很醉 才會覺得蠻像的 他不是照片而已 他小小的 對 他小小的 可能剛好你遇到的那個時候 天氣很好 所以像照片拍起來 是這麼漂亮 你到底有沒有喝過酒 怎麼了 如果你喝很多 拿一個眼睛這樣子打開 你看你就會覺得很像 對 就是這個半邊都不能動 只能一隻眼睛打開 那是中風 那是中風 不一樣 接下來我要介紹 我們義大利的一個 特別漂亮的一個景點 可能很多人都有去過 在羅馬的摩爾仁 噴泉 摩爾仁喔 不是摩爾仁喔 摩爾仁 這個東西它也特別漂亮 因為它在羅馬的 正式的那個中心 它是一個觀光客的一個景點 是 它是我們之前那個 布塞的那個海神 在正中間跟一個海豚在摔角 然後旁邊有它的 那些其他的小 小海神的天使們 我們在義大利文叫 Tri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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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喬人哥你進步很多了 Tritone Oh Bella 這其實啊 我在台灣那麼久了 有一次啊 我也是遇到一個經典 跟這個超級像 我們哪有這麼 這麼一個風情的地方 這個真的像不一樣 有 你們猜 你們猜看看 有嗎 哪個噴泉有這樣子的 那會不會是東方我滑吧 很像喔 有很像喔 說出來了嗎 說出來了嗎 會不會我們今天隨便亂講 結果 他們 無地自容 無話可接 全部都來騙通告 答錯 答錯 哪裡哪裡哪裡 太好了 答錯太好了 從來沒有一次答錯那麼高興過 哪裡 高雄 高雄宜大的那個公務中心 喔 義大 義大的公務中心 世界 對啊 那個在義大那裡 其實他長得還滿像的 所以那個海神的姿勢 有一點點不一樣 有這個巨人 對 但是有那個概念就對了 巨人旁邊有一個手扶梯 華納威秀 不是那個 旁著地球的 不是 不是 我記得那時候我跟朋友 第一次去高雄一大早 然後我們就去看到了這個東西 我立馬想到我的那個羅馬 這個我去過 你也有去過 這個滿壯觀的 高雄嗎 他雖然是室內 可是他那個真的滿大的 他是一個還滿壯觀 很多人在那邊拍照 對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然後 我要給你們看 還有人敢介紹嗎 這個是在法國的巡衣柵 哇 這好美 當然因為我是 我是在法國南法長大 所以我習慣這樣的顏色 跟這個也是當然很像 這個味道也是還滿像法國的 但是我們台灣也是有一個地方是這樣的 哦 哇 他把你氣死了 你們知不知道是在那裡 台灣有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 巡衣招嗎 新竹嗎 彰化吧 彰化有一個 苗栗啦 台中啦 有一個那個 煎石箱那邊 台中 對啊 台中有 巡衣草田 對啊 他們為什麼要放一個鋼琴在那裡 哦 這樣才能夠收門票 因為這樣的地方很滿有法國的感覺 然後有很多人也是喜歡去那邊 就擺婚紗 欸 好好 所以 漂亮 當然因為我是攝影師的時候 對啊 我去過 我有擺過很多婚紗去那邊 對啊 很漂亮 對 然後就很多人在那邊 穿很強的禮服 然後這樣吹風在那邊 對對對 在那邊有很多人會擺婚紗 很好啊 然後特別是在台北將將會下雨 但是你去打一種 但不會下雨那邊 對 然後這個味道也是很滿 你給你拿一些鞋 我們在法國習慣是笑的時候 或是你拿這樣的薰衣草 然後你放一個袋子裡面 然後這個袋子 我們放我們的衣服 中間這樣 所以衣服以後 或是你的妝的什麼 會有香味 會有這樣的味道 你們也會拿來泡茶嘛對不對 也會 也會 對 其實滿浪漫的耶 在韓國的話 這個地方是很多年輕人 去約會的地方 我們在韓國大球的收成宿 哇 你完全不用撕開 我們就知道在哪裡了 對 這裡應該很多台灣人不知道 可以拍一下小良哥嗎 他一直在笑耶 因為大球有一個 這有什麼好撕開的 這個地方韓劇裡面就很常出來 例如說什麼 就是沒關係 什麼韓劇 我們以前花系列就去拍過了喔 不管怎樣 就是我們就有很多情侶在這邊 就是約會 在台灣也是很像有一個地方 但是而且是在台北裡面啦 那你們猜 台北 對 根本在台北裡面 在韓國是不是在台北 對 該不會還有捷運站嘛 說捷運會到啊 對啊 而且我跟你講那邊 那邊最近除了這個之外 它還有那個吉米的那個 一個裝置的藝術在那邊 對 好不好 小壁塔啦 就是你們剛剛講的東西 謝謝 我以前是在韓國這個那個 收藏庫那邊 跟以前女朋友一起去 然後我跟她一起 因為平常幾乎那個情侶都去這邊的話 她們一定會打這個鴨船啦 台灣是天鵝船 對 OK 我知道了 然後他們就在這邊打 這個他這個鴨船的時候 就是我們就很累嘛 一直要動腳嘛 然後就我那個女朋友就是說 很累 就不要 我們已經到一半 就她不要 然後就我從那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是為了 約會就穿得很帥 然後去了 然後就要是 我以後就是我們抓到 那個去到一半 然後就從那時候開始我一個人一直踏 然後就是我後來就全身體都汗 然後就我直接回家 我們這邊好像還有一個傳說 就是那邊不是有一個吊橋 對 有沒有 情人走過去 如果手沒有牽好就會分開 真的假的 他們就會分手了 夢多去了吧 夢多 夢多 每一個都在那邊 好了 可以了 差不多了 說完了 好了 好了 好 這邊我們騙通告的部分 騙完了 是 我們換真正的來賓 要分享真正的景點了 安妮 我先介紹我的家鄉 海森衛 唉唷 我來 因為我們海森衛是靠海 對不對 然後海邊 就是我們從三遍都是海 所以你去哪裡都是看得到海邊 是 然後有一次我在時代學中文的時候 老師帶我們去這個地方 唉唷 然後我一下子的語音 我一看到那個風景 我就是覺得 哇 我在家裡 我在海森衛 那就是 對 哇 這是當初 原來海森衛有賣阿給 會贏的 不是 沒有啦 因為照片我沒有拍好看的 他們也很好看 唉 這個我要贊成他 因為淡水暮色你知道嗎 淡水八景 他的夕陽就是這麼美 對 真的很漂亮 然後那邊也有很多小吃可以吃 有烤憂鬱啊 有什麼烤肉啊 然後那邊 蝦捲 阿給鐵蛋 很多人去那邊也會啊 然後牽手在那邊走路啊 然後有音樂 很悠哉 然後有很多小朋友玩汽球啊 什麼的 我覺得真的很像俄羅斯的 真的 好酷喔 大家你知道這個地方嗎 在巴黎島的中部 唉唷 他百年梯田 真的是差點 大概三四年前 跟朋友去巴黎島玩的時候 然後每次都玩海邊 大家都知道去巴黎島就玩海邊 然後就往中部走 唉 沒想到在中部這樣 可以看到一個這麼古樸的梯田 而且它梯田是很大片 然後呢 它那邊就很像那個 跟外面海邊那種氣氛 完全不一樣 你就來到一個非常敬意的山城 唉唷 然後就在那邊 小片很好拍啊 對 然後在那邊就坐著 然後就看那個 風吹過樹梢跟風吹過梯田 然後感受那個 很放鬆 很像草原一樣這樣 刷刷刷 對 很舒服 然後我就想說 台灣這麼多年有沒有 我們走了很多地方 都沒有看過台灣有梯田 我想說這個梯田 大概就只有這個地方有了 但沒有想到我去年去了一個地方 還真的是梯田 而且還滿大一片的耶 要不要猜猜看在哪裡 阿里山 那邊有很多 茶 對啊 還有南投啊 南投 阿里山 再來咧 屹蘭 有沒有 再猜再猜 在宜蘭 平林 宜蘭嗎 平林不對 平林也是茶 但它不是梯田 其實靠近台北就有一個地方 貓空 貓空也不是 它也不是梯田 不是梯田 對 你知道 小梁哥知道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太敢猜了 也不太敢講 那你大聲說出來 我是不是來騙通告的 你不是 你絕對不是 好 趕快 因為還沒撕下來 來 揭曉 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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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的時候呢 我跟我的小孩子參加了一個實境的騎腳踏車的節目 我們從富貴角出發 然後沒想到離富貴角才幾公里 八九公里還十公里以內 就可以騎到這個百年松山梯田 它的松是松山少林寺的松 一個山一個高 山松松 然後呢 我們去的時候 因為已經是屬於夏末了 所以那個田已經沒有那麼綠了 不然它拍起來真的就像這樣 然後也很大便 這是我朋友用空拍機拍的畫面 很美 然後呢 這個過程其實呢 除了梯田很美之外 還讓我很印象深刻 是我們從富貴角 一路騎到這個松山梯田 大概是八九公里 然後要騎 以一般的人來騎 大概五十分鐘到一個半小時 我們騎了兩個小時 為什麼 因為它雖然只有海拔兩百九十公尺 但是它一路都在往上 那太累了吧 然後呢 除了我跟我的小孩之外 還有另外兩對爸媽跟小孩 其中有個媽媽就騎到一半的時候 他整個臉發白 他兒子叫他 整個完全沒有反應 然後我們那個腳踏車隊後面的教練 馬上衝下來 幫他把衣服打開 給他山峰 然後給他睡喝 不然醫生就說 那個教練就說 他真的要叫救護車 怎麼樣 你期待什麼 把他的衣服打開 給他山峰 再給他點火嗎 只是打開 臨口而已 臨口 就稍微讓他舒緩一下 舒服一下 你想開哪裡 可能衣服太緊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這個去戶外運動 一定要穿那種可以排汗的 對 所以這個梯田就是 不要穿高領 對 讓我發現 就是這個梯田雖然海拔不高 但要征服它是有一定難度 而且很美 真的很美 我很鼓勵大家 小亮哥你的小孩 雖然還要再幾年 也漸漸大 但是他還沒有要求到這裡 沒有急 他們六年之後就可以去了 真的要去騎一下 很美 新北十門梯田 離這裡也不遠 有 終於有一個不是騙人的囉 太棒了 那今天節目也到了一個尾聲啦 那今天 還有一個 還沒 還有一個 我們還有 對 給他一個機會好不好 我先讓你們猜 我要介紹的是哪裡 就是我們西班牙 可能是第二最有名的一個地方 第一個 聖甲堂嘛 那巴塞隆納第二個是 猜 哪一個是最有名的 那一個是 都是高地的建築啊 高地的沒錯 就是我們的queer公園 這邊也是很適合情侶來 就是打卡跟觀光客去玩的一個 很漂亮的地方 很夢幻的一個世界 對 就是你說的 田彩那個建築是高地蓋的 然後是 就是遊民 是那個堅塔嘛 還有它的那個彩色的那個 馬賽克的瓷川 對 很美 很美 講到這一些 有想到台灣有沒有這個風景嗎 台灣哪裡 我... 在... 宜蘭有很多這樣的 真的可以猜嗎 可以 那會是英哥吧 雖然這個 我這個可能也是騙通告 但是可能跟其他人 我知道 應該在淡水 但是騙比較奇的 淡水嗎 淡水哪有 不是不是 往南部 往南部... 那就接開吧 好 難得耶 我們都猜不到Pedro要說什麼 就是 酒族的文化村 有沒有 有像耶 檢塔跟... 是不是我騙通告 我騙得比較輕 有 因為你做得很好 真的很像 可以... 真的耶 檢塔那個彩色的 馬賽克的瓷川 滿像的 豆菜 那當然如果在台灣 可以看到這些 哇 這些風景跟這些 那個景點跟家鄉很像 心裡面還是會滿開心的 但是你知道嗎 衛繞一個旅人 最棒的地方就是家鄉味 他們都說在台灣有找到家鄉味 感動得像流淚 好好的來看看 介紹一下囉 是... 台湾北找到 台灣找到什麼東西 跟家鄉味很像 我跟你講 這是日本料理 對... 什麼 納豆蕎麥麵 蛤 我跟你講 這一家 很好吃 真的假的 因為這個是中山區的 就是離我家比較近的 然後呢 因為以前 你沒有任何的資金介入吧 沒有... 你不是股東 沒有 真的沒有 是老闆 不是... 因為Sandy 最近一直在推一個漢堡 我真的很懷疑他有入國 屠夫漢堡好好吃喔 好想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不是好好吃喔 對... 但這一家你沒有入國 我是替你高興 因為他就不會倒 喂 你很壞耶 不是啦 因為我以前沒有 很喜歡吃蕎麥麵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的蕎麥麵的 蕎麥粉跟那個麵粉的比例 5比5比較多 所以不夠蕎麥的... 蕎麥的香氣不夠濃 那日本的話 八比二或是七比三 這麼大量喔 然後這一家就是那個蕎麥 是應該是那個... 從日本運過來的蕎麥粉 很香 然後它的那個口感就是非常到底 然後加上它們上面的納豆 還有那個海苔啊 就是有些東西 我的話就是它可以有 另外一個加的是溫泉湯 也可以 一定要的 這一家都非常的好吃 非常到底 你們吃看看 而且一般你看到 很少上面料那麼豐富的 對啊 日本那個麵挺多撒一點海苔絲 放一顆這個梅子 就這樣而已 然後要拌一拌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不喜歡吃納豆的朋友們 也可以吃看看 這家的納豆沒那麼醜 不喜歡這個可以給依依 對... 他會蓋瓜成熟 是... 這個好耶 大家也可以吃看看啊 大家吃吃看 他要攪拌一下是不是 雖然剛剛吳子龍跟佩德羅 已經在偷吃了 為什麼要提早吃 因為它的味道真的很豐富 很多不同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你要需要一點時間的 真的才消化整個 那麼豐富的一盤料理 但是我覺得 他吃完的時候 你會覺得超級滿意 而且味道都不會太重 我超喜歡的 真的 我是很喜歡吃那個納豆 通常是比較臭的 這個是算清淡的 不會覺得臭 對 而且蕎麥麵本身沒有什麼味道嘛 最重要的就是看你那個醬料調得好不好 這個很香 那個營業裡面在旁邊吃的時候 我已經聞到那個柴魚的香腸 柴魚啦 日式的醬油還有味醂什麼的 那個醬油很好吃 超級好吃的 因為納豆的味道融進去了 對 他用那個海帶把那個納豆的味道提進去鮮 所以你就不覺得納豆臭 重點是他用柴魚下很多 而且我吃了那麼多才知道原來是因為台灣的蕎麥麵比例不對 這個就對了 因為日本的比較容易斷掉 可是那個爽口就是在那個斷掉的時候 那個比較Q一點點 還是有Q的 然後我加一下那個海苔 就味道很豐富 很不一樣的感覺 而且冰冰涼涼的好好吃 夏天是超讚的 有時候大家胃口不佳 吃這個還滿開胃的 在中山站那邊 這個其實這個口味是跟我們九州的不太一樣 但是它的比較好吃 好吃啦 我覺得算很成功 而且很多人不敢吃納豆就可以去嘗試一下 謝謝 謝謝夢多 謝謝 不用肥出國 也能嘗到濃郁爽口 夏季開胃 必備的日本到底蕎麥麵 接下來吳子龍會在台灣發現什麼義大利傳統家鄉味呢 二分之一強YouTube會員開張啦 是的 喜歡二分之一強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 趕快加入會員來支持二分之一強喔 子龍帶來的義式 這是什麼東西啊 義式風味燉牛肚 哇 你們吃內臟 喔耶 其實義大利啊吃內臟 我們有一個很長的吃內臟的一個文化 是 對呀 這個扭度啊 這個是我從小 從小的時候我媽媽做給我我最愛的一個熱食之一 好香喔 但是我來台灣十幾年 一開始已經很多年 我都沒有吃這道菜 而且我都不會做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懷念啊 直到有一天啊 我走在那個中小道路的四段 在那裡 走了八遍 然後我就 人家是九遍 你偏偏要走八遍 我第八遍就不行就累了 就累了 對 然後就走的時候就看到了這個餐廳的 然後我就看到裡面有抓的 而且它寫威尼斯文啊 在外面 它寫威尼斯文的名字 我覺得 好有趣耶 所以我就走進去 我發現他們在菜單裡面就有這一道料理 我就立刻點了 我吃的時候 我差一點點哭出來 真的喔 它做的味道 太辣了是不是 跟 跟家裡的一樣嗎 我這講的是浪漫的 浪漫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跟家鄉口味一模一樣 Yes 其實太辣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 跟我媽媽做的一模一樣 後來我就 我帶我老婆去 然後我帶我的朋友去 我發現很多義大利人都很喜歡去那邊 因為這個餐廳從頭到尾都沒有把 都沒有把它的味道改成 它是台灣 台式的 它是台式的 它只有保留它本來義大利的味道 很香耶 它等於是有點像茄汁燉的牛肚 可是味道更豐厚 還有一種那種燉肉的香氣 大家都可以吃看看喔 吃一下感覺一下 番茄 番茄蛋 就是有點像那個 Minesterone 就是很多 Yeah 對 Minesterone 就是很多那個 不是 不是那個番茄的味道 很多那個菜的高湯 還有那個牛筋的 那個牛的味道 很香耶 雖然很複雜 然後那個我很喜歡它的酸度 因為那個台灣的義大利菜啊 就是改成是台灣人喜歡 就是偏甜 比較偏甜 對 但是它是保留的酸度 然後那個吃起來滿清爽的 很適合夏天 西班牙有一模一樣的 而且吃法也是 我們吃那個牛肚 也是用那個麵包沾的 沾那個醬汁 我們吃法也是一樣 只有一個不一樣是 他們好像有放那個削的提絲 這個我們會覺得是 侮辱我們傳統的料理 什麼侮辱你這個會吃法 你帶什麼侮辱 意大利的沒關係 為什麼不放起司啊 在傳統的料理 我們不會放起司 所以你會放什麼 我們起司都是分開吃的 我們切一片一片的 然後放在麵包上 不會消在那個 這是義大利的一個習慣 但是說真的 它真的滷得非常的 滷得非常的嫩 嫩 不是爛喔 是嫩 然後呢 它再沾那個麵包 麵包是卡滋卡滋 有酥脆的 可是它這個是嫩 吃起來口感超豐富的 夏天吃很OK的 這個我也很喜歡 因為我們也是法國 有這樣的牛肚 但是法國的牛肚的味道很重 所以我在法國 不帶乾是這樣的 但是這裡的 他們還滿像的 然後當然要背麵包 所以我很開心 你們的是不是比較多 是用九燉的那個牛肚 不是 這個是像 真的是牛肚的味道很重 對啊 所以我們的都是用滷的 滷肉的 然後切這樣子 然後一盤一盤的 這個牛肚煮的時候 整個廚房都會臭 我媽媽她其實完全受不了這個味道 可是她很愛我們 她知道我們很喜歡 所以她會做給我們 因為她做的那個過程 對她來說非常痛苦 因為她真的 有一個很重的味道 這就是母愛的展現了啦 對 而且有別於台灣 義式風味的燉牛肚 很好吃 謝謝子龍 謝謝 義大利風味 還原度100分的燉牛肚 讓老外吃到 就想流淚同哭 接下來佩德羅 會帶來什麼完美重現的西班牙菜呢 佩德羅帶來的 西班牙菜是什麼 而且我通常在台灣 找到的西班牙餐廳都是 因為我們西班牙的那個 國家認同也是很複雜嘛 我的那個家鄉是加利西亞 那我終於找到一個是有 我真正的家鄉的料理 就是西班牙裡面加利西亞的料理 那這是我從小 我奶奶會做的一道菜 就是炸的肉球 炸肉球 而且是辣的耶 辣的 炸肉球 吃吃看 你一邊介紹我沒有吃吃看 而且你看這個盤子裡面 全部都是乾辣椒公包 都是辣椒在底下耶 厲害囉 這個是那個外面是那個麵皮嘛 就是用蛋白跟麵粉做的 然後炸起來就會很酥脆的那種 這是一個勝利 這是一個勝利 我們有一個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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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 哇哇哇哇哇哇 是不是 外面那個酥脆的外皮 這種台灣人會喜歡 我跟你講裡面的那個肉的口感超好耶 就是有一點酥脆的那一種感覺 那我不知道我這邊沒有辣椒 但是你就聞到那個裡面的一些香味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香味 好像是那個 橄欖 橄欖 好像是橄欖 還是什麼 那個調味料很特別 對 那個皮有點脆脆的有沒有 對 哇 好吃耶 大概很多不同的 而且不像是那種果粉炸的那種有沒有 它的皮其實還滿薄的 它裡面是很嫩的很軟的 就是豬肉跟那個蔬菜跟調味料 然後有那個蛋白 所以會很就是很綿密 有一點QQ的 又有一點脆脆的 可是不像大家想像的 很像油炸很不好入口那樣 它是滑滑順順的 對 而且你吃進去也不會有油耗味 這個是介紹到目前大家最認同的一道 超厲害 前面兩道直接剪掉 可以 可以 超棒的 他今天都沒有騙通告 從頭到尾都認真 沒有 認真 好厲害 聰哥 怎麼樣 OK啦 原來它裡面那個是蛋白 一片一片 它綿密的那個口感就是蛋白 對啊 我剛剛一直在吃 我想那個是什麼是起司嗎 口感不太一樣 蛋白 很好吃耶 有一點過程對不對 對 這個真的是我們家鄉的傳統的作法 就是我奶奶從小時候 我是看她怎麼做 就是這樣 你一直想吃 一直吃個不緊 一直想吃的都不知道 對 我就吃不你 完全不一樣 不會 因為那個辣是最後才出來 所以你吃了之後 整個就解完了那個 糊糊逆逆的感覺 而且你會想再一口一口 它是乾辣椒的辣 不是新鮮 一上去嘴巴就痛的那一口 對 它是最後才出來的 好好吃喔 一點點不會辣到你亂七八糟 而且我吃這種東西 就我怕炸的皮太厚啦 就是因為炸的皮太厚的話 很快就逆掉 但是我這個炸的皮是剛好 就很吹吹的 就很好吃 韓國有類似的嗎 其實有啦 但是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 西班牙最好吃的 這個西班牙比較厲害 那我可以講一個 我可以講一個 我去過西班牙之後回來啊 在台灣這些年來吃到一個 我也覺得很好吃的 西班牙的塔布斯 哪一個 它在閻集街附近的巷子 就是有一天我在附近有工作 然後我朋友要去找我 然後就說那你要吃什麼 我就約了晚餐 我就說那 你不要找火鍋店 蛤 不要找火鍋店 不要找燒烤店 蛤 不要找燒烤店 我也不要吃台式熱炒 蛤 不要吃台式熱炒 那拉麵那些什麼 我也不想吃 我想吃點不一樣 我朋友就在閻集街 東西很多嘛 對 開始撈撈撈 然後就傳了個地址給我 然後就叫我去 一坐下來 菜單上來 欸 塔布斯 我都不知道這邊有 塔布斯的店 結果咧 我們就先點了一個 西班牙海鮮燉飯 這個它跟義大利的resort 不一樣是 西班牙的飯 是生米一直煮 煮到整個熟的時候 是下面都已經有點焦了 然後我在吃的時候 這個就是當初 我們去西班牙吃的時候 那種有點微焦 然後米芯全透 然後比較乾一點的燉飯 重點是 它上面那個醬 它那個是屬於 翻紅花那種黃黃的 很香 然後吃了之後 我胃口就大開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 四 五年前 大概幾年前去 我忘了這樣 就是我去西班牙 吃到的那個燉飯味道 後來我又點了 它的Sangria 它那個水果酒中 Bingo Sangria我好愛 因為台灣的Sangria 通常都是比較甜 比較甜 然後比較糖 比較沒有酒的味道 對 然後可能果汁加 水果太多 對 對啊 很危險 因為一喝下去之後 你馬上就有那個紅酒的酒味 跟紅酒的那個甘甜味就出來 哇 這家店已經種了我兩次了 然後後來我就點了另外一個 油蒜蝦 它呢 是 對… 它好像是油炸過再去烤的 然後呢 不像我們一般的吃到 都要吃到很嫩對不對 對 它外面看起來乾乾別別的 我心裡就想說 唉唷 這應該不錯 我朋友說這個一定沒有種啦 一扒開一次 哇 香味滿口啊 而且因為那個是大草蝦 你在咬的時候那個烤那個肉感 整個是很薄口 那種滿足整個都上來 哇 好好醜 就在閻集街那邊巷子裡面 我知道那一家 其實剛剛講的這三個 都是瓦倫西亞那一週的 不是加里西亞 是那個不錯 但這個比較好吃 不好意思 我去西班牙 我們又不好吃 不好意思 都拿到那邊 我就是去瓦倫西亞那一週 對啊 但是這個今天一致通過 也會成功 她都會來 我贏了 太德魯的家鄉料理 酥炸辣肉球 讓各地老外都讚不絕口 彷彿置身西班牙 接下來金筆秀 要帶大家尋找 最到底的韓國味 好 換到筆秀了 你壓力大 因為滿街都是韓國菜 對 而且人家前面 剛剛說什麼 他都說韓國油 那我們就看到底 這個是什麼 大家沒吃過的 那就是 因為你們大家都知道 在台灣很多韓式料理餐廳 就是不管是北部 中部南部都有嘛 是 然後這家是有一個辣炒年糕 但是比較特別的是 起司魷魚泡菜年糕 對 起司魷魚 這個就是我們在韓國 就在台灣啊 其實很多店都是賣辣炒年糕 但是就是這家店的辣炒年糕的味道 我覺得很刀底 而且是他們還有配什麼起司跟那個炸魷魚 一整支耶 對 一整支 全部都放進去 而且是魷魚很多 然後他這樣子 裡面有起司跟最下面是有那個辣炒年糕 然後就這樣子 起司跟 他的量也蠻多啦 然後裡面還有這樣子有辣炒年糕 而且他們 辣炒年糕的味道真的跟韓國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嗎 真的假的 我試試看 然後他們是起司啊 因為韓國很多人 就是很多年輕人喜歡那個 所有的食物放起司 然後它裡面也是放很大量的起司 就很好吃 而且是魷魚的味道也是 它不是一兩個魷魚而已 真的就一整個魷魚全部都放進去 然後就你們可以吃到膩啊 因為很多 因為外面它炸得很酥脆嘛 對不對 裡面這個魷魚啊 你吃起來 看 這樣就一整個 是有韌性的 還是有嚼起來有口感的 不是那種糊糊的 很新鮮 真的 因為我以前在索爾有吃過 然後就是 就是台灣就真的找不到 有一個很到底的辣炒年糕店 然後我有一次 我爸爸的朋友們來台灣旅行的時候 就我帶他們去東區就觀光 然後那個他們說 想要吃辣炒年糕 然後剛好旁邊有這家店 然後我直接進去了 但是我先跟他們講 可能是他們的味道不會很到底的 但是他們吃完這個覺得 就很到底耶 就一模一樣 對 一模一樣 然後就是我就 就直接問老闆說 老闆說這個店本來是在索爾一家店 然後他們直接進來台灣開的 所以他們的製品 跟裡面用的東西都是韓國 跟韓國一模一樣 了解 有 我剛剛吃了這個魚板 我想說這不是韓國才有的 原來它就是韓國來的 路邊的那種 這才好吃 這好吃 就是真的好辣又甜甜又辣辣 我怕你可應該太辣吧 太辣了 真的太辣 你可沒辦法吃 你可覺得太辣 我們法國有一模一樣 但是不辣 你們哪有 我們在俄羅斯也有 我們在俄羅斯也有一模一樣的 但是比較好吃 開玩笑的 你們也有嗎 對不對 美國也有 每個國者都有 沒有什麼 在意大利 我們會有炸的部分加檸檬 但是我們沒有這麼完美的 培著那個年糕跟那個 辣的 而且那個起司幫你解 那個太辣的問題 同時都可以 但是米秀 你是不是要跟我說 這個韓國也有 這就是韓國的 這個就是韓國的 這個就是韓國的 辣臭年糕是韓國的 一多吃就 知道 好好吃喔 其實我之前 杜伯 我之前在台灣 只有在夜市吃過辣臭年糕 但是我覺得每次吃的時候 我就覺得還好 我不知道它為什麼有什麼特別 所以後來我去韓國的時候 我也不敢點 我想說我應該是不喜歡 但是今天我吃這一家 我覺得 好好吃 這個會讓我想要點 而且忍不住就吃完了 可是我問迪士尼 你吃第一口 你會覺得不是辣 它是韓國的是不是辣 然後第二口覺得慢慢開吃 第三個就 我跟你說 到了明天晚上 你會有不同的辣 我不開心 怎麼了 我不開心 為什麼別人的店不會倒 不是 不是 為什麼沒有酥酒呢 蛤 煎鹿 酥酒 它要喝酒的 這個一定要配啤酒或是燒酒 才有辦法一直吃下去 但是味道是因為我以前住在韓國 對 真的跟韓國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好吃 好吃 過關了耶 超好吃 不錯 快吃完了 你敢吃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在西班牙 也會被認同 因為我們對韓國有一個偏見 就是都是年糕泡菜 辣醬 就 窮人的食物 但是 要放那種 韓國比西班牙 就油餡很多 這是有大塊的 你們破產的在那邊講別人 真的 就是偏見啦 對 這個很好 你要看喔 那個起司是滑的對不對 然後那個泡菜是脆的喔 然後年糕是Q的喔 然後再配上外面是 卡汁的魷魚 這個很容易就吃完了 還有一整顆水煮蛋 真的 我覺得最好的地方就是 可以給我一杯水嗎 真的好辣 你看辣 但是又把它吃完 就知道多好吃啦 真的好吃 很過癮啦 夏天就是要吃這個啦 跟朋友一起吃喔 謝謝秉秀 不用出國 就能吃到韓國本地辣炒年糕 真實辣度 你敢嘗試嗎 接下來妮可 要帶來在台灣 也能吃到的法國甜點喔 歡迎妮可 這個太可愛了 我要幫你們介紹一個 法國的甜點 韓國沒有 韓國沒有 韓國這個沒有 你先不要說太早 他會說有的 他會說有 他會說有 韓國也有法國人喔 有 那這個是我們法國的一種的 蘋果派 法國派 有一種的 不是派 這個法文是 小送歐巴馬 小送歐巴馬 是蘋果 這是off的意思嘛 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小送是像 多鞋這樣的意思 多鞋 因為是這樣圓圓的 好可愛 你要長得像多鞋 形狀 因為這樣是 裡面是 蘋果咪 蘋果咪 然後外面 這個外 台灣這個很難買得到 因為在台灣你們 大家都有吃過柯桑 然後有一些是巧克力 你們叫巧克力柯桑 對 這個OK的 但是這樣的是 因為這個外皮要做的是很複雜 很複雜 它像蛋塔一樣 一層一層的蘇筆 這個需要三個四個小時 是像 柯桑的 的筆 然後要 一層一層一層 對 一層一層 然後休息 然後一層一層 這樣很複雜 所以台灣很難買得到 真的 工夫菜 你要吃吃看 是 真的好吃 好甜 我笑的時候我最喜歡 因為對我們來說 如果是柯桑 還是巧克力柯桑 是一般的 但是這個 感覺是你再吃點點的 對 特別的 這個 這個我店裡面之前有賣 我找到的 我的法國甜點師傅教我的 然後我們就在店裡面賣這個 可是我們賣小小顆的 然後配一個冰淇淋 對 因為要烤熱熱的吃 對 那今天我們沒有冰淇淋 然後今天又帶大的 這個蘋果派給大家 所以大家都試試看看 是 來吃看看 法式甜點 對不錯 最迷人的啦 他其實 你吃 杜博你有吃嗎 當然有吃啊 因為 你適合吃甜點嗎 OK啦 因為他一開始說 蘋果派 我想到的是美國的那一種蘋果派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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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一開始 他 他自己講的 他自己講的 因為他們跟我說 這個的中文是蘋果派 但是我知道這個不是蘋果派 因為我們法國也是有其他的蘋果派 這個肯定不是一個蘋果派 因為蘋果派就是一塊一塊的那一種蘋果 但是這個是蘋果泥 它是把它變成有一點水 然後這個筆不是派的筆 那這個筆就是Croissant的那一種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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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剝開我的心 就是這樣 因為我吃的是 就是我心一直在唱哪一首歌 你會流淚 哇 這個超好吃 我跟你說 不管這個 我的歌名是洋蔥 你不是蘋果派啊 蘋果派 這個我可以就是 如果有一杯牛奶 然後我可以只把這個 當作我們早餐 因為不會太甜 這個Espresso吧 不是牛奶吧 然後這個 因為是 我覺得牛奶也是適合 是咖啡拉鐵這樣 好好吃喔 因為是說真的 因為那個就是亞洲人 基本上很多人說 就是我們講口感的時候 這是很小心的一件事情 這個不會太 那個吃那個甜點的時候 還好不會太甜 但是甜點就是要甜嘛 對 我覺得那是太厲害的是 甜度夠甜 但是酸也就是一點點酸 所以吃不膩 非常的好吃 蠻強烈的一個甜點 好好吃 這個是美國的蘋果派比不上的 什麼 什麼 假的光這個皮就好了 光這個酥皮一層一層的功夫 你這個你就比不上了啦 對 而且你們的蘋果派填到靠右邊走 這個人家 淡雅清香 這個不一樣啦 這是有氣質的蘋果派 對 你是說美國的派沒有氣質是不是 我沒有那樣說 我只是說 大家的法國的好好吃喔 對啊 下次會接到美國 外面是脆脆的 然後裡面是軟軟點點的 因為美國的皮會很像麵包 就一層一層的像麵包 然後這個就是酥的 而且你們什麼都加辛辣粉 柔粿粉 柔粿粉有什麼問題嗎 很棒 有啦 所以柔粿有一件嗎 很棒 餅鏽怎麼樣 好吃喔 這個 這個真的 我真的發誓我沒有騙你們 真的是在韓國吃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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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就剛剛Sandy講的一樣 就是我們很多咖啡廳裡面 賣這個麵包啦 所以是他們就是賣的都是 對 味道一模一樣 真的 但是比較辣對不對 沒有啦 他們當然甜點就是不會就是做的辣 但是他們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也是 他是做麵包的 然後他也是有時候做這種麵包啦 就是他們就 他是學法國人的啊 對 但是其實差別 柔粿可不可以試著 跟大家好好相處 相處 沒有 他們應該 對 他們應該是跟法國人學的 對 對 一定是很多店做的那個 長得跟他一樣 可是他裡面做的那個蘋果泥的 那個做法 其實糖的沒有用太多 是用水果的比較多 那個做法才是那個品質的差別 對啊 對 才是那個重點 因為通常我們其他國家都是用 蘋果一塊一塊的 那個難免會發酵 會有一種苦味 這個完全沒有 是很 就真的很順口 對 這好好吃 真的好好吃 他沒有時間讓我說話 捨不得放下來 對 而且他那個酥皮 讓我想到的是 海灣的蛋黃酥 一樣是會這麼樣的酥 你嘴巴一抿就裂開 甚至舌頭黏上去就不見 有沒有 都是這樣子酥酥的 對 然後再配上那個香氣之後呢 然後吃到那個蘋果泥 像他們說的 第一個 它是泥比較多 第二個它糖不多 第三個它又不是一塊一塊 所以它吃起來就是很天然的 讓我想到小baby在吃那個 baby food有沒有 對 蘋果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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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天然 吃起來超舒服 不會因為外面那個酥皮很多層 你覺得好像有點膩 不會 這個很讚耶 非常厲害 其實我們俄羅斯也有蘋果泥 我相信很多國家有蘋果泥 是真的 因為我們在俄羅斯沒有什麼水果 我們就有蘋果 真的 蘋果跟馬鈴薯 你們知道嗎 我們就這樣子 然後我來台灣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找馬鈴薯 台灣有賣馬鈴薯沒有錯 但是台灣的馬鈴薯跟俄羅斯馬鈴薯 你們是小顆的對不對 我們吃有大的有小的 我們其實有很多種 但是過關不一樣 對 我覺得 我們跟妹妹每一次做馬鈴薯的料理 我們一直在那邊馬鈴薯 因為我們覺得那個馬鈴薯是什麼意思 可是就是沒有味道的 然後又粉粉的 碎碎的這樣子 但是俄羅斯的馬鈴薯有Q啊 有比較 比較Creamy的味道 有比較好吃 又比較嫩 我們真的很愛 然後在台灣 就是在台北 比較不好找俄羅斯料理 如果你們真的要吃俄羅斯料理 你們要到台中 在台中有一家 叫白俄羅斯娃娃的家 然後老闆是白俄羅斯的人 所以我第一次到那邊 然後我就是跟老闆認識的 然後我跟老闆說 我真的很想吃家鄉的味道 是 因為已經很久沒有吃到 他說沒關係 你們知道俄羅斯人都很帥 他說 美娃娃姐 轉那邊 然後轉那邊 他就幫我做比較在地的俄羅斯菜 因為他怕就是台灣人會不會接受 真的到底的俄羅斯料理 所以他有一點有改變 那個味道有改變 但是為了我們俄羅斯人 他真的會做到底的俄羅斯料理 是 吃到的時候沒有很感動 好感動啊 當然啊 然後那個味道真的沒有吃很久 然後你一吃到你真的很想哭 你覺得 就想唱一首歌嗎 阿媽你今晚在哪裡 太棒了 聽到就是家鄉的味道 沒關係 其實很開心 因為我們不管住在哪裡 來到台灣都有機會 可以找到自己家鄉味 還有跟家鄉很像的風景 希望大家有機會 可以到處去走走看看 其實台灣有很多很可愛的地方 很美味的食物喔 對 讓你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沒錯 先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二分之一強YouTube會員開張啦 是的 喜歡二分之一強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 趕快加入會員來支持二分之一強喔 看完了嗎 要記得訂閱二分之一強的YouTube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想看更多精采的影片 歡迎點選旁邊的 精選的內容喔 一起支持 二分之一強